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把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叫做无比的爱 我知道我们都参加过基督徒婚礼的话 可能你在这个婚礼上面就已经读到过或听到过 这一段讲论爱的诗篇 在我自己的婚礼上其实也是不例外的 就是说当我结婚的时候 我虽然已经毕业了 离开学校 可是我在大学团企的学弟 学妹们 他们就是很兴奋 他们要来参加我的诗篇 他们就是唱了爱的真谛这首歌 来祝福 为我们来祝福 那我为我们证婚的这个牧师 他也很凑巧地选了这一段 爱的真谛这个经文来劝勉 来教导我们夫妻的相处知道 我相信大家都是可能很好奇 所以我就放了这一张我们当时的样子 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觉得怎么样 惠丽是不是好像已经仙女下凡了 那时候我的头发还不少吧 现在是已经聪明绝顶了 可是那个时候还算是年轻英俊 所以还配得上这个惠丽吧 所以下一次有人怀疑说 这个惠丽怎么这么年轻 我怎么这么年老 可是下一次我跟你讲说 惠丽是我的原配 你们就不用再怀疑 这一章就是这个证明了 所以在这个惠丽上的时候 我还记得很清楚 当我们念完了这个经文 牧师就问我这个问题 说你知道在圣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爱的第一课是什么吗 不太知道 你知道爱的最后一课是什么吗 我心里想糟了 怎么在婚礼上还要考试 没有准备 我那时候都已经被爱冲昏了头 我抓破头皮 我也想不出来这个答案 我心里想糟了怎么办 我不知道 可是心里是有一点点不是很高兴 可是只好硬着头皮 我就回答说 而且我是很大声的说 不知道 没有想到我这不回答还好 这一回答惹得哄堂大笑 那个牧师真的差一点 好像没有昏倒 但是他还是很忍耐 很有恩慈的对我说 懂弟兄 你不及格 但是看你很老实 所以今天放你一码 因为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 可是你回去 可是要好好的学习 没想到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 刚才已经讲了 我已经结婚37年了 可是好像光阴事件学了37年 我还在旷野打转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何年何月 我可以顺利地度过约旦河 进到迦南地 所以这段的经文 这个爱的经文 其实是很多的机会 我们都会听到的 这是一个很熟知 大家耳熟能详 很多人也可能 是爱不释手的 这个经文 可是话说回来 这段最为人 所熟知的篇章 也很可能是 最被人所误解的篇章之一 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 这段经文 它是在讲什么 它原来真正的意思 那我们就需要明白 这个经文的背景 看看它的上下文 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 戈林多前书这一件书 是保罗写给戈林多教会的 我们教会在读这件书信的时候 知道这是一封印实的书信 戈林多教会是一个在追求成长 也是正在成长中的教会 成长中的教会 难免会碰到一些问题 这个是不足为奇的 其实当年戈林多教会 所碰到的问题 也跟我们现今的教会 所碰到的问题 跟困扰是很像的 比如说吧 当初因为教会受到 这个败坏的世俗的影响 所以会有中 有人高举自我 甚至于他们分党结派 有些人呢 他们彼此的控诉 甚至于呢 上告法庭 有些人他们放纵 这个他们的情欲 甚至于到一个地步 道德都混乱了 这个教会 在婚姻生活 在嫁娶的方面 有许多的疑问 这个教会也有人担心 这个吃过 这个拜偶像的 这个食物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在聚会的崇拜 方式 次序上面好像他们也有不少的困扰 像诸如此类的问题 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回答的 那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对我们 是不是好像也似曾相似 好像离我们也不是太远吧 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 当保罗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既然为我们留下了 这一段家喻户晓 被称为罪大的篇章 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 可是这个罪大的篇章 在讲什么呢 那我们就去看一看 这个上下文 到底它是在讲什么样的爱 当我们去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一段的经文 不是在讲人的爱 乃是在讲神的爱 这里所讲的 并不是夫妻之间的恩爱 也不是 甚至于情侣之间的 这个情爱 也不是 好像朋友之间的友爱 当然也不是对师长的敬爱 或者是对我们儿女的慈爱 也不是 那一种所谓的短暂的 肉体的这种情欲之爱 所以这里所讲的爱 都不是在讲任何一种 从人而来的爱 而是谈到 这个从神而来的爱 所以我把这种从神而来的爱 称之为 无比的爱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如果我们回去看看 这个上下文 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3的前面 就是第12章 所讲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 恩赐是什么呢 很简单地说 恩赐就是出于神的恩典 是神白白赐给 所有信徒的这个礼物 信徒们有不同的才干 有特殊的才干 这样子可以去完成 神给教会的使命 那我们知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为了建立这个教会 所以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意思 就将很多不同的恩赐 就分给这些不同的人 让教会可以发挥出 这些不同的执事 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 就跟我们在身体上 也是一样的 圣经用这个比喻说 我们的身体上 有很多的肢体 对吗 有耳朵 有眼睛 有手 有脚 这个每一个功能 每一个器官 都付给他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作用 可以顺利地 可以完成这个不同的工作 那在13章的后面 第14章 保罗又接续地 更仔细地谈到 如果要使用这些 圣灵所给的不同的恩赐 是要怎么样地使用 怎么样正确地使用 特别是在他们聚会 在崇拜的时候 要如何善用 如何正确地使用 这个方言的恩赐 跟先知讲道的恩赐 所以既然12章 前面一章 是讲到圣灵的恩赐 第14章也是讲到 如何使用圣灵的恩赐 那我们相信 中间的第13章 也一定是讲到 跟圣灵的恩赐有关 是讲到 从圣灵而来的爱 当我们讲说 这是一种 从圣灵而来的爱 就是一种 最高整次的 最高级别的爱 如果我们可以把爱 分不同的整次的话 这就是最高级别的爱 是从神而来 而不是从人而来的 所以我称之为 这个无比的爱 当然也有人 把这个希腊文 这个原来的意思 分成神圣的爱 这是一个无比的爱 那你就要说 这个无比的爱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 要读今天的经文呢 那我们知道 加拉太书 曾经提到圣灵的果子 这个圣灵的果子里面 第一个就是这个爱 爱就是生命成熟 所结束的果子 那哥林多前书 这告诉我们呢 在圣灵的恩赐的使用方面呢 必须要有圣灵结束的爱 那我现在就是要问 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跟哥林多教会 面临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认为我们的教会 是要有更多 能够结出这个圣灵果子的基督徒呢 还是要有更多 有更大的 更有能力的 这个恩赐的 这一些弟兄姐妹呢 或者 其实我换一个方法 换一个方式来问你 你自己觉得 你是希望能够得着 更多更大的 属灵的恩赐呢 还是你希望能够得着 更多更好 圣灵所结的果子 特别是爱呢 不错 恩赐是很重要的 为了完成教会的使命 所以圣灵 把这个恩赐赐给这个教会 可是每一次 我注意到 保罗在提到 这个圣灵恩赐的时候 我发现到 保罗在 罗马书就是十二章 保罗在 现在这里 哥林多前书 保罗后来在 以佛所书 都三次地提到 这个恩赐 恩赐对教会是很重要的 可是每一次提到 这个恩赐的时候 保罗都提到 身体和爱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恩赐 用在教会里面 不好地使用的话 这个教会就好像 长了一个毒瘤 这个毒瘤 如果它长得越快 长得越大 对这个身体 不是就是越是危险 越是有害无益吗 我们越是要把它 及早割除吗 好像现在有这个 这个 新冠病毒 它传染得越快 它传染得 给越多人 其实让我们 更加地害怕 我们更希望 能够及早地遏止 因为它越是危险 如果圣灵的恩赐 不好地使用 其实是有 同样的问题 所以必须 圣灵使用的时候 要有身体的感觉 要有一个 汇重集体的感觉 同样 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 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们只是有 这个圣灵的恩赐 而没有爱的话 我们就知道 这样的这个恩赐 不过是只有外表 而没有实质 好像是只有这个躯壳 而没有生命 是死的 不是活的 像这样的恩赐 是没有根基 是毫无生命的价值 我是很感谢主 我一来教会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 我对我们教会的第一印象 我们的教会 真的是很感谢主 有很多很好的人才 可是问题是 如果没有爱的话 这些圣经告诉我们 是都没有益处的 我们的教会 是不是是人才辈出 真的是卧虎藏龙 还是卧龙藏虎 不是吗 我们教会有很多 有恩赐的 有知识的 有智慧的 有才干的 有学位的 有地位的 有很多的 还有很多会唱诗的 对吗 会有这些弹琴的 会有很多音响音控的 有这些灯光摄影布置的 有很多这一些管理饭食的 也有一些会教导的 有这些照顾孩童的 还有很多很多负责行政的 有管理的恩赐 有怜悯人的恩赐的人 有这个关心人的人 还有很多乐意奉献金钱的 真的是太棒了 我们感谢主 跟哥林多教会一样 但是我们有了这些就够了吗 是不是神的心意就已经满足了呢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还不够 除了要有这些以外 保罗说我们更需要得着的 乃是这个无比的爱 保罗说这个是最高等次的爱 就是最妙的道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 这个最妙的道是什么 我把这个无比的爱 十三章可以分成三个小段落 就是爱的重要性 第十三章一节到三节 爱的具体性或者是可行性 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七节 爱的很久性 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 我就发现这三小段每一段经文 都发出这个无比的挑战 好 我们就一起来读读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 想的拔一般 这边提到没有爱 是不行的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权备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有各种不同的恩赐 如果没有爱 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洲际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所以再说一次 爱是有无比的重要性 明白这一点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神看人 不像我们人看人 神衡量人的方法 跟我们人衡量人的方法 是截然不同的 当我们要去追求 这个属灵的成熟度 追求成长 当我们追求 不同的属灵的恩赐的时候 我们是要说 怎么样来衡量 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度吗 这边我们读到经文 告诉我们 是用这个特别的 属灵的恩赐吗 不是 是用比较多的知识吗 也不是 还是用一些比较高级的 比较特别的 这些作为 这些善行呢 也不是 这些恩赐 都是从神而来的一物 都是很好的 但是和从神而来的爱 比较起来 这些都是算不得什么的 因为没有爱 就算不得什么 只有从神而来的爱 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节经文 就是提醒我们 在我们的教会 也许有很多的圣工 很多的事工 我们有人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做不同的服事 门训 讲座 师班 宣教 我们有装备学校 有词汇服品 有福音外展 这些很多的工作 都是很好的 有社区服务 这些都是很好的 都可以帮助 许多的人 也都是神所喜悦的 可是不论我们做什么 如果不是出意的爱 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 所以若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们想一想 这个对我们 是不是一个当头棒贺呢 真的我们不要看错了 也许你看到教会中 有些人是长老 执事 什么这个长 那个长 甚至于是牧师 传道人 可是 如果他们没有神的爱 在神的眼中 都是算不得什么 相反的 虽然可能你没有什么 可夸的恩赐财惯 没有什么样 特别的民生地位 可是 如果你有从神而来的爱 你真的有这个爱的话呢 你在神的眼中 是非常宝贵 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爱有无比的价值 或者我们这样说 如果没有属灵的爱 就没有属灵的价值 有属灵的爱 就有属灵的价值 有多少属灵的爱 才有多少属灵的价值 那么这就是 这个经文向我们发出的 第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是什么呢 当我们认识 这个爱的重要性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自己 我们是不是愿意 要用神的爱 来衡量我们属灵的生命 来衡量我们属灵生命的 成熟度的时候 是否我们不要用 这个N寸的大小 不要用知识的多少 我们不要用 这个地位的高低 来衡量我们属灵的生命 而是用这个神 这个无比的爱 来衡量我们的生命 和我们侍奉的价值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问我了 神的爱 无比的爱 这个好像是 蛮抽象的一个概念 我们怎么样可以用 这个神的爱 无比的爱 来衡量我们的生命 衡量我们的侍奉 这种价值呢 你问的没有错 因为当我说 我们要用爱 来衡量我们生命的时候 这个爱 就不应该是一个 抽象的观念 所以你的问题是很好 这个无比的爱 不是那种虚无缥缈 或是那种说 哇 好舒服啊 甚至有说 哇 好神奇啊 触电的这种感觉 这些都不是的 这些虚无缥缈 会改变的东西 是不能用来 作为衡量的工具的 那你就问我了 那到底 无比的爱是什么呢 很好 所以我们就看 下面的这一段经文 告诉我们说 无比的爱是什么 无比的爱又不是什么 这是一段很熟的经文 但是请我们大家一起 小心地来念 好吗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词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所以在这一段 很熟悉的经文当中 你看到了吗 保罗告诉我们 无比的爱 绝对不是一种 光是一种 虚无名的泡沫的感觉 这个无比的爱 是很具体的 是可行的 它看起来 它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 是一种 完全的一种尾身 而且好像有这种 主动舍己的行动 就是说 这个无比的爱本身 它是有一种不变的 持久的特质 而这些有标准的 这种持久不变的特质 它把它列出来 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能够看到 今天其实时间是很有限 我不能够一一解说 但是我们就把 这个无比的爱 分成三个段落 让我们容易记忆 第一就是讲到 这个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词 就是讲到爱的积极性 中间就是讲到 爱的消极性 有哪些呢 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也不喜欢不义 后面这个 只喜欢真理 就是形容 不喜欢不义的意思 那这是爱的消极性 最后 做一个总结 这个四个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很有意思啊 第一 很久忍耐 最后是凡事忍耐 因为无比的爱 有这项具体的 可行的特质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无比的爱 这个特质 来运用我们属灵的恩赐 也用它来度量 我们的生命 我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那些很多 会讲这个方言的人 对吗 他们都讲在聚会中 他们都 好像迫不及待地 想要大显这个风头 所以他们真心恐后 自夸张狂地 在那边大说方言 那你想这是出于神的爱呢 能够造就人吗 还是他们这些 只是在那边自吹自雷 对空气讲话 甚至于好像是敲锣打鼓 随意地敲锣打鼓 发出这些令人刺耳的噪音呢 如果我们用这一段经文来看的话 我们相信很容易就知道这个答案了 可是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再想一下 保罗那个时候 兴起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一定是很着急 因为是他自己亲手建立的教会 为什么真的是恨铁不成钢 所以保罗在后来的时候 就告诉这些人说 告诉他们说 他为了别人的益处 为了造就别人 他虽然很会说方言 可是他宁愿只讲五句造就人的话 他也不要讲一万句的方言 反过来说 保罗是很会有教导恩赐的人 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 也有很多有教导恩赐的人 他们这些人 为了要想要自己的恩赐 他们可能之间就发生这种互相嫉妒 互相来强强风头 甚至于到一个地步 他们彼此怎么样 勾心斗角 彼此的算计 甚至于做出这些见不得人的 这些害羞的事情 那他们这样的做 有益处吗 他们所教导的 无论有多精彩 可能也不过是草木和节 经不起这个考验吧 如果真的 这么教会也有这样的人 我相信保罗 也很可能会对这些人说 我不希望有多人做师父 因为做师父的 要非常的谨慎 所有做师父的 将来要受到更多 更重 更严厉的刑罚 因为这个爱 有这些无比的特质 我们刚才也提到 爱是最高等次 最高级别的爱 所以这也是 所有人间比较低等的爱 所要追求 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 这样的特质 是可以应用到 所有这些比较低等的爱 那低等的爱 不一定可以应用在 这个高等的爱 所以因为是这样的缘故 给我们这些 很具体可行的这些特质 所以也是帮助我们 这些愿意追求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可以来做这个操练 好像主耶稣教导我们一样 在登山保全的时候 他不是说 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吗 他说我们要去学习走 勉强自己走那个第二礼路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像 我们可以完全 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我们中间很多人 都会唱这一首 爱是很久仁爱 这一首歌的爱首真谛 我们甚至有些人 在我们的中间 已经会背这段经文 是你爱不释手的经文 当我们在读 在唱 在背这个经文的时候 那你的心里 是不是也很想 把这些具体可行的 这些功课 可以把它活出来呢 是不是 我相信是的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 要发给大家的 第二个挑战 既然这个爱是可行的 是具体的 请问你 是否愿意 很具体的 去操练这个爱的功课 并且活出 这个无比的爱呢 我相信你是愿意的吧 那好 那我就问你 你知不知道 这个无比的爱 第一课是什么呢 我希望你不要像我一样 答不出来 第一课是什么呢 你可以跟我一样 大声地回答 爱是什么 恒久忍耐 我们再说一次 爱是什么 不是忍耐 是恒久的忍耐 那我再问你一下 如果你要学会 这样一个爱的功课 你想要多久呢 一年 两年 五年 十年 恐怕你要学 我是学了三十七年 所以这个无比的爱 也真的是一个 无比的挑战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想再请问大家一下 那你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 可以活出 这个无比的爱呢 我想你已经知道 我所要想的答案 是的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可以活出这个无比的爱 只有主耶稣 这个世上 只有主耶稣 活出这个无比的大爱 我们想想 耶稣是为什么缘故 他要来到这个世界呢 他为什么 愿意从那个 最高的荣耀的之处 降到这个 自卑为的地步呢 为什么 他选择了 在这一个不受欢迎 在看不起他 在拒绝他 反对他 甚至于嘲笑他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这样的一个时刻 来到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做选择的话 可能我不会 当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活的呢 他是活出一个 怎么样的生命呢 为什么他甘愿生在 一个又破又臭又烂的 这个马槽里面 为什么当他在 克西玛丽园的时候 他会对父神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是要照你的意思 为什么他在十字架上 受尽了一切的这些痛苦 跟羞辱的时候 他仍然对那一些 恶意 低死他的人 为他们代求说 父啊 赦免他们的罪 为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首很小的短歌 写得很简单 可是也很清楚 他的名字 就是叫做为了爱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是为了爱 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 为了爱 他亲身担当我的罪在 为了爱 耶稣向我走过来 为了爱 他钉死 蝉死在十字架 他的爱 我永远不明白 二千年前 耶稣活出了这个无比的爱 活出了这个舍己的爱 今天 他仍然以这个无比的爱 很久不变的爱 不离不弃的爱 永远地爱你 爱我 我们要如何回应这样的爱呢 我们最简单回应爱的方法 就是要努力地也学习 去追求 去得着这个永恒的爱 不是吗 好像保罗在十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活出 这个努力的 能够得到这个爱呢 为什么呢 就是下一段地告诉我们 爱 它有无比的超越性 和恒久性 所以我们要努力地学习 来追求爱 我们来读这一段下面的经文吧 这边讲到 爱 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到之能 终必归于无有 所方言之能 终必停止 知识 也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地来到 那有限的 必归于无有了 我们看到有几个有限啊 有几个无有啊 我想这边所列挤的这些恩赐 都是可能那个 格林多教会所看中的恩赐 可是这边却提到 这些都是怎么样 短暂的 都是比较 马上会消失的 保罗继续讲说 当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继承的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像主知道我一样了 所以这边看起来 保罗好像也是用这个孩子 跟这个镜子做比喻 好像就是暗示我们 这些属灵的恩赐 刚才提到这些属灵的恩赐 好像不过只是虚幻的影子 不是真实的东西 保罗用这个孩子做比喻 好像这些恩赐 不过是小孩子玩的那些玩具 等他长大的时候呢 就抛弃不用了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所要注重的 到底是这一些 短暂的 暂时的 是这一些不完全的 是这一些虚幻的 是这些玩具呢 还是我们要看中能够存到永远的呢 我们所要看中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 向我们发出的第三个挑战 爱的很久性 我们是不是愿意调整 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 去看中那个很久的东西 就是这个无比的爱 如果我们要追求 这个属灵的这个成长 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我们是要追求 那归于无有的呢 还是要存到永远的 那存到永远的是什么呢 经文告诉我们说 存到永远的是什么 如今常存的 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最大的是爱 不错 最大的是什么呢 是爱 只有爱是最大的 是无可比的 这无比的爱 也就是我们今天 所要说的这个结论 我特别要对福音朋友说 现在就是相信的时刻 面对这个疫情的危机 只要我们准备好 这个危机就是可以变成转机 但是重点是 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现在我们人人面对死亡的威胁 你准备好了没有 上个礼拜 记得吗 李牧师还提过 其实我们仔细地想一想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每时刻 不是都是在面临 这个死亡的威胁吗 不是只有在这个 冠状病毒 这个疫情的时候 那请问你 准备好了没有呢 我们古人说 死有重于泰山 有轻如鸿毛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准备好死了 因为当他说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大的了 当他说这话的时候 他已经准备好 为你为我而死 圣经上说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做责任的时候 为我们死 他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这就是说 当我们不是跟他做朋友 是跟他做仇敌的时候 主耶稣因为他的爱 他已经决定 他要为我们赴上 这个罪的赎价 他是因为爱的缘故 他不是为了你 他不是为了他自己 他是为了你 愿意舍去他自己的一切 甚至于他自己 宝贵的这个生命 这就是无比的爱 好消息是 他不但为我们死了 他也为我们复活了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就是刚刚过完 这个复活节 耶稣这个死而复活的大爱 就是现在很多人 还在吟唱的 这个叫做无比的爱 这个叫江W.Piterson 这个彼得森 他做了这个复活节的清唱剧 叫做无比的爱 这个主题曲 这个主题讲说 无比的爱 无比的爱 这是无比的爱 由神而来 无比的爱 永恒的爱 基督在十架 舍命显出来 无比的爱 无比的爱 我们永远送战 直到万代 这就是无比的爱 这首清唱剧的 这个主题曲 我们要如何回应 这无比的爱呢 其实我们是无法回应的 其实我们是不配得到 这样的爱 我们是什么人呢 能够配得这个 牺牲无比的爱吗 可是不论我们配 还是不配 他的爱是不离不弃 不论是你是我 今天不论在何时 在何处 他都爱我们 他爱我们到底 神就是这样爱了我们 好像圣经所说 神先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应得到永远的生命 什么叫做信耶稣呢 信就是守望之士的实底 是未见之士的确具 所有寻求神的人 要信有神 并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我信耶稣 已经五十年了 没有一天后悔 我经历神主的爱 相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只要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 接待耶稣的人 就是相信耶稣的人 你现在就可以相信他 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样的祷告 我可以说一句 你说一句 主耶稣啊 我愿意打开心门 接待你到我的心里 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 一生跟随你 经历你那无比的大爱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祷告 感谢你 你成为神的儿女 愿神祝福你 等一下在小组里面 希望你能够分享 第二点 我要对那些 我们已经相信的人 就是我们在疫情中 仍然要有盼望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从原先忙碌的生活 甚至于迷失之中 我们可以暂停脚步 我们重整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 有些人以为 这样的一个灾难 似乎是主来之前的 大灾难的一个预言 或者是一个预告 当然这个是可以商榷的 但是不论怎么样 我们相信的人 要随时警醒预备 我们要专心盼望 主的再来 我们盼望神 在大灾难的时候 会拯救我们 我们不会灾心 我们不要上胆 因为知道 不论这个环境再恶劣 都不能叫 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现在可能 因为要居家防疫 被迫地隔离 我们无法工作 我们不能够彼此拥抱 我们不能够 和我们的客户见面 我们的商店要关门 可是我们知道 神的爱是不会被隔离的 祂一直在 你在我的身边 这个世界 我们相信 不论是再美好 或者是再败坏 其实都是会要过去 我们相信 只有无比的爱 不会过去 我们也相信 神的国终必要来到 所以不论这个疫情 现在再严重 不论我们现在遭遇到 任何的困难 或者是打击 你有任何的痛苦 有任何的愁烦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知道 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 疫情终要过去 神的爱 永远长存 永不改变 最后我要对所有的人 讲一讲 我们一起活出爱 学习爱吧 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其实信心跟盼望 虽然是很重要 存到永远 可是当主在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 是可以得到成就 我们的盼望 是可以得到实验 那个时候就不太需要 不太重要 到了那个时候 爱仍然是最重要 爱仍然是我们 最基本的原则 因为神就是爱 而这个三一一的神的 他们之间彼此的相爱 也就是我们现在 要学习活出 这个无比的爱 我就要介绍这一位 活出这个爱的苏姐姐 好像是前一阵子 在这个聚会当中 有一位牧师 在聊天的时候 就忽然跟我说 你知道吗 苏姐姐过世了 那个时候 我一下子没有转过来 说苏姐姐 好像好久没有她的消息了 上一次是听到说 她进了疗养院 没想到她已经走了 我们口中所说的 这个苏姐姐是什么人呢 其实她不是什么大人物 如果你想要去上网搜寻的话 你可能会大肆守望 她是在1965到1985年间的时候 她是到台湾 她是宣教了将近20年 她的本名是叫做Anne Scott 就是有一个Anne Scott 但是为什么我们叫她苏姐姐呢 是因为她有一个很中国话 很淑女话的名字 叫做苏美恩 叫苏美恩 所以我们叫她苏姐姐 她不只是有这个中国名字 其实她很多的 这个中国内地会的这些宣教 都是一样 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是因为受到爱的感召 他们放心 放下了他们心爱的家人 他们离乡背井 到一个陌生 可能不欢迎他们的地方 但是他们一生愿意服事 这些他们从未谋面过的 这一些陌生人 自从戴德森开始 这一些来到中国的 这一些宣教士们 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就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他们不但是改了他们的名字 甚至于起机作息 都是完全中国化的 我记得当苏姐姐 她80年代退休回去的时候 她还说 我从此以后 再也看不到可爱的中国人 吃不到可口的中国菜了 她是把自己当成中国人的 我认识她的时候 是因为70年代 我就是在台湾 新竹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我参加校园团契 那时候整个校园总部 没有足够的童工 所以她一个女生 她是单枪匹马的 就到了新竹 所以她也自然地成为 我们亲大跟交大的 我们的辅导 那时候亲大跟交大 都是理工学校 大多数是男生 我们的心里其实也是有点 看不太起这个老女生 那更多的是这些不知 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后 我们真的是有时候目中无人 我们是直高气扬不可一世的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是天之交子 进了这个大学做大学生 其实心中暗暗的 是有一点并不太看得起 这些宣教士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在有心物之间 真的是不知道 带给苏姐姐多少的麻烦 可是她从来没有 她是很谦卑 她的口中虽然没有高言大字 她也没有看出来 让人称陷的 或者一些很特殊的 明显的恩赐 但是在潜移默化之中 她对许多学生 包括我的生命 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不知道苏姐姐 为什么对我们中国人 特别有负担 我只知道苏姐姐在台湾 二十年 她后来要退休回去 主要是因为 她的父母亲年老了 需要她的照顾 当她回到柳西南的时候 成立了柳西南华然教会 柳西南教会里面 有一位姐妹 她这个叫乔乔的 有一次她就是有特别的经历 因为她说 她也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苏姐姐姐有这样的爱呢 直到有一天 她去苏姐姐的家 看到有一个匾额 这个木匾 上面写着说 母亲的心就如同耶稣的手 虽然有钉痕依旧在 可是爱心却永远不减少 这个乔乔猛然地顿悟到 说原来苏姐姐的心 就像母亲一样 她愿意如此地舍己救人 其实就是主耶稣那个无比的爱 活在苏姐姐的身上 那有一次苏姐姐就带那个朋友 去参观她的母校的一个大学 去参观一个很古旧的一个小屋子 那个屋子其实那时候好像暗暗的 没有其他的人 就只有他们两个 那时候还正在整修 因为他就说 为什么要整修呢 因为曾经有一个科学家 他借用了这个屋子做这个实验 后来他发现了一个化学因素 因为这个缘故 他就得了这个诺贝尔奖 因为他得了这个奖 很多人出名了 很多人就想来看他 所以这个学校的管理阶层 就决定说 要把它好好的装修一下 再重新地开放 原来是这样 谢谢你带我做这个参观 可是没有想到 苏姐姐进一步地解释到 大家不知道 其实这一间屋子 这个科学家在这边 只是借用了几个月 做实践的时间 这间屋子其实原来 一直都是一个祷告式 这个祷告式呢 就是在这个学校的大学团庆下面的 一个海外宣教小组的祷告会 每一次祷告这些宣教小组成员 都来这个地方祷告 书记就说 他当时也就是这个宣教小组的成员之一 所以呢 他也是在这里学会了祷告 学会了爱的功课 学会了很多其他的功课 那我就在想 在这间祷告式里面 究竟是那个科学家的发现 对世界的影响大呢 还是那个宣教小组 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大 我在苏姐姐的身上 看到一个很平凡的人 但是生命中可以流出神那个无比的爱 那个德诺贝尔的科学家 可能很多人纪念他 苏姐姐 这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的成就 他只是效法了主耶稣那无比的爱 他默默地传讲这个爱的福音 他不求自己的益处 他不求人间的掌声 所以世界上人不会特别纪念他 我的记性也渐渐地不好 有一天我也许也会忘记他 但是他一生这样的爱神爱人 他用爱心所做的侍奉 因为耶稣的爱所活出的这个生命 我相信是会得到神的纪念 而这样的纪念 才是可以存到永远的纪念 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 愿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光 指引我们人生道路的方向 主耶稣啊 你就是那无比的爱 我们感谢你 你用无比的爱 舍己的爱救赎了我们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我们虽然是要居家防疫 甚至被隔离 我们的生活面临许多的挑战 但是感谢你 我们相信你那无比的爱 不与我们隔绝 圣灵啊 感谢你 赐给教会有诸般的恩赐 但是恳求你赐我更多的 无比的爱 帮助让我能够用这个爱 来衡量我的生命 帮助我 让我真的愿意 调整我的生命的方向和秩序 让我能够更多的学习 这个爱的功课 好而我现在就可以活出 那个存到永远的 有信 有望 有爱的生命的样式 能够将荣耀送赞 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